氣球棒 氣球帽 氣球心心 氣球手帶 寵物小狗 今天MaisBaloon會教大家 用氣球狗做出不同用途的氣球作品 首先學氣球狗 我們會用一條熱靈長條氣球 我們會扭兩個單抱結 做耳朵 擔抱結 做前腿 方法跟之前完全一樣 而後腿也是一樣 都是兩個擔抱結 最後把尾部扭開一半 將氣推向上 完成 狗帶把全條熱靈的氣球吹掌 在頸部做一個環結 綁住它 再氣球的另一邊 咬一咬做手柄 就這樣寵物小狗完成 做氣球狗棒 有方法跟做花樣 就是做五個環結 首先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環結 做尾巴 就是做棒 好 我們要拿氣球的滴 用來綁住氣球狗的腳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接下來我們做心心狗氣球 首先把球出漲了 然後把球塞到狗的腳 然後腳記得要弄長一點 否則會失不下 綁好下面 再上面拿中線 按回它 最後 把狗移到正確的位置 這樣就完成了 而氣球狗手帶 首先要吹少少球 再做三個環結 三個環結一樣 為什麼不是說五個呢 因為三個的話 會剩下很多尾巴 就不用多用一條球來做他的手環 這樣就節省一下 然後把最後的尾巴 綁住狗的腳 這樣就很簡單地完成了 最後教大家氣球棒 把氣球棒放了氣 然後把它綁在頭盆上 記得不要綁太近 因為太近會頂住 頭盆不下 好 然後我們就會拿一條球出來 我們吹一半就可以了 就用來做它的氣球 波波的 好 然後我們向同一個方向 做很多粒 像牛魚那麼大的波 扭得多多 那你剩下的尾巴 我們就把它綁在花上 然後你可以剪掉或收起來 都可以的 好 這樣就完成了 今天學習的東西 是不是很簡單呢 原來只要花少少床耳 就可以把最簡單基本的氣球 變化出不同的用途 我相信你也可以自己去創作的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我 去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看多點我個人的作品 也可以上我的Facebook網站 去瀏覽和讚好 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大家 拜拜啦 拜拜啦